不論是老人還是青年 航行對我們來說都是最後一次 收起全世界 我是郭子晴 我是智希 為什麼趕快開場會笑場 為什麼 因為我戴這個眼罩很難過 我的眼罩本來有一條線 但是我覺得海盜這樣不帥 所以說我用雙面 所以我用雙面這樣黏著 對不對 為了半球逼真 所以這個裝扮怎麼樣 你好敬業喔 對 不是 這是我的海盜刀 這樣看起來好像兩類插刀 被刺中兩刀 身中兩刀 但是 奇怪 那妳又是誰 我是要跟你講說我今天要模仿 一個新人物給你看 哪個人物 你猜猜看 唉唷 想要我的金銀財寶嗎 我全部都送在那裡 去找吧 我可以全部都給妳 到底在講什麼 什麼財寶在哪裡 什麼one piece 彎彎的屁跟屎 你真的很沒水準耶 等一下 幹嘛 動不動就要拿槍 one piece 我剛剛在模仿的是很著名的 海賊王 哥爾滴羅傑 他在零行前最後的一句話 什麼哥滴羅傑 玩滴的羅傑 哥爾滴羅傑 什麼滴什麼羅傑 羅傑哥爾滴羅傑 他是著名的海賊王 海賊王是滴羅傑就對了 好 那這個滴的 你剛剛講什麼滴的什麼邏輯的 這個人為什麼要被判刑 因為他是海盜 海盜 他是海賊王 海盜被抓就被判刑了對不對 對 那我還是不要扮海盜 既然講到海盜 就講到我們今天的主題了 我們今天要講一下 到底為什麼有海盜 海盜的一生又是做什麼 我們來趕快歡迎特別愛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瑪莉亞 聽海盜 第二位是我們藝術史學者 邱建益教授 大家好 第三位歷史老師 陳啟鵬教授 大家好 第四位 哇 不得了啦 海盜 不是他 他是資深媒體人 彭花幹先生 I got you 太好了 我們今天啊 既然講到海盜 我們就來問一下台賓 你們對於海盜 他們的特徵有些什麼 像特徵的話 剛剛第一個印象就是 郭哥的那個眼罩 眼罩對不對 古眼龍啊 其實大家都以為海盜在 一直在掠奪啊 在戰爭啊 所以說受傷難免嘛 對 可是其實 因為我有醫美 我把它化掉 但其實他這個眼罩 不一定說 他一定是 瞎掉的獨眼龍 或什麼樣 不一定瞎掉就對了 造型就對了 對 因為帥 沒有啦 你看看 我這樣夠帥嗎 有他的用處 因為我們在那個船上 可能就是 有時候你要去甲板上面 有時候你打著打著 你可能就進到下面的船艙 那其實這邊 甲板上面很亮 那船艙是很暗的 或者是有時候 他們在黑暗中 要開槍 要瞄準的時候 就是一隻眼睛這樣 對 他們習慣讓一隻眼睛 去習慣黑暗 如果說他從甲板打到船艙的時候 他就趕快換過來 然後他是不是用這一隻眼睛 已經習慣在黑暗中 所以另外一隻眼會看得比較清楚 有學問的 我一直以為是眼睛瞎掉了 我以為是造型 沒有 他是為了讓眼睛 可以快速的去適應他的明暗度 原來是這樣 可是這是眼罩 像你看看 我現在是為了朋友量可以擦到 不是 這是我的刀 對不對 海盜也有這種 造型的這種骷顱頭的刀 對不對 而且一定要戴這個骷顱頭的帽子 然後這帽子的骷顱頭 然後要不然就斷手斷腳 要不然就是 那個衣物 很久都沒洗過澡 一定要一副很像強力帶譜那種感覺 好像有鬍子化眼線 對 鬍子化眼線 對不對 都是海盜的特徵 你都講完了後面怎麼講 對啊 邱老師 不會 我們還有其他的特徵 還有 他還可以補充 他還可以補充好多 對啊 那個說到海盜的特徵的話 其實我覺得 其實外表的裝扮 還不算真正的特徵 是 真正的特徵是什麼知道嗎 所有的海盜都愛喝酒 愛喝酒 愛吃肉 對 這個喝酒這件事情 有人想說 喝酒有什麼了不起呢 不是大家都可以喝酒嗎 對不對 可是告訴各位 其實原本在海船上的船員 是不能喝酒的 不管是商船或是戰艦都是一樣 他不能喝酒 因為就已經暈船了還喝酒 這個喝酒那個 就是酒後亂性 或是壞事這樣子的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工作要做 所以只有上岸才可以喝酒 但是海盜是可以喝的 所以我們在唸所有的海盜的故事的時候 聽到他說 那些海盜一天到晚沒事喝個爛醉 然後掛在那個船上這樣子 而且最好的是 我今天 唉唷 有帶了酒來 拿一罐酒給帶來了 這是海盜 這是海盜喝的酒這麼高級 沒有 沒有 這個是現代的這個 這種酒就對了 那當然在那個時代裡面的話 古代那個時代裡面 海盜的酒基本上裝在木桶裡面 不過這種酒很特殊 真的很特殊 這種酒事實上現在買了到 叫做波特酒 這邊的鮮 波特酒 這個東西 那波特酒的人其實 在這一個 這個 這個酒的分類裡面的話 它屬於葡萄酒的一種 那我所 我剛剛講說它很厲害知道嗎 為什麼知道 為什麼 葡萄酒醒酒完以後 你盡快要把它喝掉 它是葡萄酒 但是問題是 這個酒你打開以後放到桌上 它不會壞 它也不會變胃 不會變胃 我知道 這個 防腐劑這件事情的話 說防腐劑也對 事實上情況是這樣子的 因為海船上面 其實 葡萄酒基本上是一個 比較便宜的飲料 但是問題是 這個船上晃來晃去的 溫度又高 所以一般的葡萄酒 沒辦法放 所以後來他們改良出 這種酒出來 叫做波特酒 它的那個做法很簡單 它的前半段 它還是用這一個 一般的葡萄發酵的方法 可是到了這一個中段的時候 就是它裡面加入大量的白蘭蒂 白蘭蒂 白蘭蒂各位知道吧 就是另外一種蒸藥酒 白蘭蒂 那白蘭蒂加裡面去以後 白蘭蒂會把這個酒的 這一個發酵的作用給終止掉 所以這種酒其實你喝起來以後 它其實完全沒有任何的酸味跟色味 非常像葡萄汁一樣甜甜的 所以在海盜的故事裡面 說這種酒叫做甜酒 他們說甜酒喝到掛就是它了 另外的話 這一個酒的話 除了說這個不會壞掉之後 它有一個更大的重點是 它事實上是18% 18%以上 最少18%以上 還好 一般的紅酒 因為你都喝58 高涼 對啊 18%還好 不是 那個18% 就是那一個正常的酒 一般紅酒就大概10%左右 對不對 它有18% 那我剛剛講說 它喝起來完全沒有酒味 只有甜的 那甜的像葡萄汁這種感覺 所以其實喝這種酒很容易掛掉 那也因為這個樣子 後勁非常的強烈 推展給各位 這個各位上夜店的話 它是種很好的酒 就要拐妹的話 他第一首選這樣子 你要召喚大家 召喚人家大聲 邱教授是站在海盜的角度 去想說這個潑喝酒 我不信我要喝 唉唷 這個海盜這麼漂亮 一喝 我看所有海盜都來了 不是大名 得了 好 那我們陳教授有沒有再補充 首先要講到海盜旗 這個標誌 你看看 那這個海盜旗呢 對 叫做Jolly Rocker 那Jolly Rocker呢 它的那個來由呢 它也被翻譯成快樂的邏輯 那有人說是從阿拉伯語翻譯過來 因為阿拉伯語 大海之王就是這個發音 然後也有另外說 是從法語翻譯過來的 因為法語裡面呢 它其實叫 原本的意思叫 一本意思你講清楚 我剛從法國回來 這個法語呢 它是漂亮的紅色的意思 那我們就會覺得奇怪 它不是黑色的嗎 原來後來 原來最早期的海盜旗是紅色的 那因為紅色才會 讓人家一看了會害怕 害怕你才不會反抗 那只是後來呢 漸漸演變成黑色 因為代表是 黑色邪惡勢力的代表 那除了說海盜旗之外呢 我們一般來講 會講到說有 甲手啦 還有甲腳 對不對 鉤子 對 鉤子 那個腳呢 甲腳是從金銀島來的 那鉤子呢 是從那個 就是彼得潘來的 那其實 到底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其實是 因為在船上呢 環境惡劣 而且他們 很容易得到一些 角氣病 感染病 那你說一旦感染之後 怎麼辦 船上又沒有很好的 那個醫療條件 所以呢 所以他們 截肢啊 截肢 對 本身就是外科醫生就對了 對 那所以甚至 甚至他們打仗的時候 難免手腳會受傷 受傷之後呢 截肢 然後這樣才不會蔓延 然後於是呢 就會就地取材 找現成的鉤子 癌就把它裝上去 所以它那個 雖然說好像都是那個 電影的形象 但是實際上它是真的存在 是這樣沒有錯 另外郭哥你有那個 看到那個電影 電影裡面不是他們會綁頭巾嗎 對 最好會綁辮子 對 還有那個耳環對不對 耳環 對 耳環 你戴起來好娘喔 那你戴 你戴起來好不帥 頭巾是確實存在的 原因是因為海盜在海上生活 哪有時間每天梳頭髮 所以他們就會用頭巾直接綁住 以避免說頭髮散亂 那它有一個好處 避免汗水 因為在船上很熱嘛 汗水就不會滴到滿臉都是 耳環一定都是金銀座的 那原因是因為他們難免有時候會落海 那落海之後呢 飄到岸上去沒有人收屍怎麼辦 這個時候呢 海邊看到屍體的居民 就會拿他的那個耳環金銀 來作為他們下葬的費用 所以這是有真正入土為安的 實際作用的 通常看到屍體拿了就走了 對啊 沒錯 我補充一下 剛剛陳老師講到這個 叫Jolie Rogers 這個是我們大家都很知道 很熟悉的一個海賊的圖片對不對 連美國海軍在二次大戰 都把它奉為一個崇拜的象徵 到現在聽過熊貓嗎 F-14戰鬥機 他就是以這個圖騰 VF-84中隊 當做他們的對徽的 而且真的卻有歧視喔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有一個中衛 他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他開一架飛機 結果被擊落在衝繩戰役的時候 他就把他的骨頭骨灰 他的家人 把他的骨灰 所以就像這個頭跟兩個大腿骨 這個大腿骨 放在一個玻璃箱裡面 就一帶一帶在這個中隊上面 傳承下去 我們要繼承海盜精神 什麼精神 也就是說 連這個東西都成為海軍 美國海軍 正式的海軍 都成為他們的 沒勇往直前 跟象徵 所以你就曉得說 海盜文化對於整個 不僅僅是西方歷史 而且連軍隊 都產生很大的影響 那為什麼那個咕嚕頭是這樣子 他不是這樣子 這種海盜旗的話 其實是比較原始版本的 其實每一個海盜 就是每一組海盜 每一組海盜 它的海盜旗的樣子 其實不太一樣 像這種 你看到上面一個骷髏頭 下面一個大腿骨雕殺這種的 這算是海盜旗的 共通的樣式 還有進階款 你看到這個頭在上面 還有整組的骷髏在下面的 另外還有成跳舞狀 也有這樣子的 不過呢 這一類型的旗子 其實都是比較晚期的旗子的 因為其實這個海盜船 這個東西的旗子 它最早的情況 它應該是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海盜船 其實是撕掠船 就是這種 我國家派錢給你這個任務 去打劫其他國家 所以它是國家派出去的 英國人不只去打劫法國人 法國人去打劫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去打劫這個 這個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反過來 打劫所有人這樣子的 而且這些都有撕掠委任狀 對 它有委任狀 國王頒給你的 你會不會去唱 會不會去打 但是 是有經過國家認證的海盜 國家認證 等一下 打完了 至少要送個三分之一回來 給皇帝 應該的嘛 使用者付費 對 海盜 事實上的話 事實上應該這樣講好了 它叫有牌的強盜 這樣子的 它是有執照的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掛的是各國的國旗 可是問題出到這個地方 你強會我也強你 然後大家國旗就混戰成一團這樣子的 所以後來大家想說這樣不太好 為什麼 引起一些這個糾紛 因為我希望 我法國人去搶西班牙人的時候 會被誤認為是葡萄牙人來搶的 那我掛國旗的話就讓你知道了嘛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所以後來 原本的國旗不掛 開始掛紅旗 一開始是掛紅色的旗幟 然後最後才演變成 我們所知道的那一種骷髏旗 所以它有三階段的演變 是這樣子的 是這樣 前面是掛國旗 對 後面乾脆不要掛 掛紅旗 白旗 白旗 沒有掛紅旗 這個海盜還沒出航就已經失敗了 對不對 但是這個旗的演變是這樣 但是我們要知道 這海盜到底是 它是為什麼 從哪個時候有海盜 你要看說 這個海盜的定義怎麼是定義它的 如果說所謂的海盜的意思是說 你去搶劫那叫海盜的話 那麼在很早以前就有了 對不對 我們在念那個希臘神話裡面 那個什麼伊阿宋的那個遠征軍 它就是個海盜行為 就是從這個地方出發 乘個船出發到另外地方去打劫 對不對 這是早期那種小毛賊式的這種海盜 而所謂的這個大規模的這個 在海面上面這種所謂的 由國家授予這種行為 大概發生在西元第16 第17 第18世紀 這三個世紀 三百年間 16 17 18 聽說16 14世紀 西班牙航海是最新盛 1492 它其實呢 海盜的興起 跟那個所謂的大發現時代 是有關係的 所謂的這一個 當時不是歐洲 有一個地理大發現的競賽嗎 對 當時有兩個很著名的人 一個叫哥倫布 發現美洲 另外在麥澤倫 發現那一個什麼 麥澤倫海峽那一個事情 所以其實呢 這個大發現的時代 是這樣促成了未來的海盜的開始 大航海時代 叫大航海時代 那這個事情怎麼回事 源源簡單 因為一開始發現的 都是西班牙人或是葡萄牙人 那他們發現中美洲 或發現非洲航道以後 後來從美洲或是從非洲 帶回來大量的物資 像是這個白銀 菸草 各樣的東西帶回來這樣子的 那其他國家看了以後 眼眶開始紅起來這樣子 你知道嗎 我也要 我也要 可是你已經被它占了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去殖民那個地方 我去搶你的地方 知道嗎 所以所謂的這一個 偉任的海盜就因此出現了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這些海盜打結的目標 都是這些美洲商船 或是非洲商船 而且都是法國 英國 荷蘭 這些國家 原本沒有沾到那個利益的國家 他們派人去搶其他國家的 所以這是最早的海盜 大規模組織化的開始 從這樣開始 我想知道金融財寶到底在哪裡 採結網白鬍子就是愛德華 黑鬍子就叫帝奇 但是其實愛德華帝奇 就是童子一個人 一個人 就是黑鬍子 它是歷史上很有名的海盜 所以每個海盜 其實心裡都想說 那我盡量不要去遇到 英國的皇家海軍 結果愛德華要多猛 第一個想法就 然後直接去掠奪英國的戰艦 叫艾倫浩 黑鬍子這個名聲 就在那邊響亮起來 那我想知道 那金融財寶到底在哪 對啊 這個海盜常常會搶金融財寶 那你會藏在一個地方 對 金融島 金融財寶那個都是 譬如說我們看那個巨貨 是卡通嘛 可是歷史上真的有 這樣的一個傳說 有嘛對不對 就是來自於愛德華帝奇 你知道它的名字 你可能聽起來會有點陌生 但我講它的綽號 你就比較熟悉 它就叫黑鬍子 就是 黑鬍子 如果你有看那個海賊王 有 那個外人 海賊王白鬍子就是愛德華 黑鬍子就叫帝奇 但是其實愛德華帝奇 就是童子一個人 就是黑鬍子 它是歷史上很有名的海盜 其實像剛剛那個邱老師講 他說在15 16世紀 是那個航海 航海時代很昌盛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是英國跟西班牙 兩個算是兩個最大的強權 海權最厲害 然後黑鬍子就是那個時候 算是出道 他就跑去跟著一個 那時候在 出女秀就對了 對 算是出道 一定要成功的歸來 對 他那時候跟著一個 英國的船長 然後他跟著他 他跟在他身邊很多年忠心耿耿的 結果就在有一年 那個英國的船長 他搶到了一艘從美國 非洲要運到美洲的貿易船 然後那艘船上面 有很多的奴隸還有黃金 結果那個船長 為了謝謝愛德華 就黑鬍子說你那麼忠心耿耿 這艘船我就給你 但是他很厲害的來了 就是說那一些船都是 本來是撕掠 海盜的行程就是 本來他們是 政府鼓勵的撕掠船 後來做久發現 好像很好賺 對不對 而且 然後又不想要回去分給自己的國家 那就不如自己成為一個海盜 所以也不掛國旗了 對 所以每個海盜其實心裡都想說 我本來是英國的那個肆虐為認狀 那我盡量不要去遇到英國的皇家海軍 除非是逼不得也 不然我不會去攻擊到他們 因為那也算是自己的老東家 對 就艾德華多猛 他拿到那一艘船以後 第一個想法就 然後直接去掠奪英國的戰艦叫艾倫浩 直接那個炮火是往戰艦的中間 腰身都把它撞下去這樣 就用炮火 然後英國嚇到了 怎麼會有這種神經病 怎麼會有神經病 結果就在這一戰 因為他算突擊 他突擊成功 他就一戰成敏 結果那個時候 艾德華 蒂奇 黑鬍子這個名聲 就在那邊響亮起來 但其實他很特別的是說 那時候的海盜 我們現在的 我們現在覺得海盜 好像就是一陣一險 那是因為我們受到電影形象 受到強尼代譜的影響 可是我跟你講 強尼代譜跟卡通的那個所有的形象 就是艾德華的那個形象 他就是獨演 然後一隻木腿 背上永遠有一隻鸚鵡 然後喝酒 喝酒啊 大鬍子 那些海盜形象都是 源自於黑鬍子 然後他每次他要去藏錢 他就會說 郭哥 我們有一批錢 我們去藏錢好 然後就他只帶一個水手 所以大家就跟他去 結果他回來的時候 就出其不意就會把你殺掉 滅口 對 所以到最後就是 他的寶藏只有他知道在哪裡 所以海賊王的寶藏就是 他的傳說就是從他開始 大家都會覺得這是傳說 為什麼會相信 是因為到1997年的時候 真的有一個美國的潛水員 去發現他那艘 女王復仇號 就是愛德華的船 因為他最後他就是在 那個北凱萊納州的時候被 因為北凱萊納州那時候是 英國的殖民地 所以他其實到最後也是被 英國的皇家海軍去 也是他們對戰 然後他被射死 他中了五槍 然後挨了二十幾刀 二十幾刀 因為在他乘船的三百年 將近三百年 他的船被找到 所以人家會覺得 那他的寶藏可能是真的 那那筆錢又到底在哪裡 還沒找到 對 所以黑鬍子他的 不管是他的形象 還是他的寶藏傳說 以及他的名字 其實都留給後 是很多的想像空間 剛剛說到那一艘船 那艘黑鬍子那艘船 他的名字叫做 安妮皇后復仇號 這個船長什麼樣子知道嗎 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這一個 安妮皇后復仇號 他的復原的樣子 這艘船原本是英國的戰艦 英國戰艦 後來變成這個 黑鬍子拿去自己用了 然後呢 這艘船據說上面有四十門火炮 當時是最精銳的戰艦 那這一個是打烙的現場 你看就是那一個在 火炮 這是一個炮 炮繞上來了 這艘船很有名 它當時不但是 黑鬍子的這個旗艦之外 它更重要的是 因為它代表是 英國海軍的權威 這是為什麼後來英國人 想辦法要抓到黑鬍子的原因 那這一個 這艘叫做安妮皇后復仇號 後來在電影裡它有出現過 為什麼知道嗎 這是製片場場景 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那一艘 安妮皇后復仇號 這艘船復原出來的樣子 各位應該都看過 在哪知道嗎 在那個捷克船長 知道吧 那一個叫做生鬼旗航 生鬼旗航 所以它其實黑鬍子 就是按照黑鬍子的那一個 原本的那一個 那個船的樣子去 重新的去把它復原起來的 那剛剛講到這個海盜的寶藏 這件事情 對 在哪裡 其實大家有問題吧 對不對 小姐要不要 不要 那它寶藏應該長什麼樣子 其實很有趣的是 它真的有被找到過 那在哪知道嗎 來 我們先看一箱就好了 真箱長這個樣子 金碧輝煌 那它從哪裡被找到知道嗎 它有從馬達加斯加斯里 找到的 馬達加斯江 其實我們都知道 海盜的大活動區 一個在美洲 在美洲 以中美洲到北美的這一段 東岸這一段 那第二個活動區塊 在非洲 在非洲 非洲的左邊的基內灣 以及馬達加斯島 加斯島的這個周邊的 這一個區塊裡面 而有一位船長叫做這個 叫做KID 那一個KID的船長 他後來在這一個 他的船 在馬達加斯加斯這個地方 被擊沉了 那後來考古隊 也在這個地方 撈到他的船隻 可是很可惜 他的船撈上來以後 那個船都爛光了 所以不像是黑鬍子的船這樣子 就是還是那麼完整 那這個是那個 海底島的現場 這是找到那個KID的船長 他的那一個炮彈 這一顆圓圓 這個是他的炮彈 那這一個是什麼知道嗎 你知道那個考古隊很好玩 他把他撈上來以後的話 還有把撈上來銀塊送給 這個應該這麼好講 獻給馬達加斯加的這個總統 這樣子的 所以你看到沒有 總統親自來接考古隊 他來把他撈上來這個銀塊 這整塊銀塊 這個銀塊總共撈到50公斤 那還有更多在海底下面這樣子的 那目前還在打撈到當中 那這是一個美國考古隊 在馬達加斯加這個地方 他的一個考古的一個進度 那這個算是目前鬼大概是 大概最新的一次的發現這樣子的 所以海盜有沒有寶藏 有的 可是問題是他的發現數量 其實不是很多 這樣子的 我來補充一下邱老師所講的 其實呢 講到那個海盜的寶藏 一定要牽涉到一個東西 叫做那個寶藏圖 對不對 一定要寶藏圖 一定要寶藏圖 依照圖去找 是 所以在17世紀的時候呢 有一個人叫做威廉菲波斯 那他得到一張藏寶圖 那這張藏寶圖是怎麼來的呢 它其實是西班牙黃金號 它從那個美洲印第亞人那邊 掠奪一堆黃金要送回來的時候 被海盜知道 那海盜知道之後就去搶 把所有的商船全部截掠一空 然後呢 拿到了這一批寶藏 那於是呢 太大批了 他們也分不完 所以當時他們有講好說 我們呢 就把那個什麼 藏到一個島上去 落豪德島 然後呢 畫成藏寶圖 那彼此立架寫釋 不准外洩 可是你也知道 海盜哪有信義可言 那大家 對 所以呢 他們就有人窩裡反 陰謀獨吞 把其他全部海盜抓掉 在智利的魯賓遜 埃克索島上面 竟然挖到了 864桶黃金 那個864桶 原來它是George Anson的寶藏 George Anson和許人員 是誰 18世紀的英國大海盜 這一批金銀財寶 可能是人類歷史上 可以知道 為數最多的一筆財富 它大概值美金 130億 我們值美金130億 所以他們就有人窩裡反 陰謀獨吞 把其他全部海盜殺掉 殺掉之後呢 他就獨吞了 獨吞了之後呢 他就把這個藏寶圖 把那個寶藏起出來 但是沒有辦法起完 太多了 但是在戰鬥的過程中 其他海盜所擁有的藏寶圖 流落出去了 就被這個威廉拿到了 這個威廉就好奇了 這個藏寶圖 不知道真的還假的 結果他就到洛豪德島上去找 找了 九天九夜沒有找到 正要放棄的時候 他就要到海邊去搭船了嘛 就在海灘 黃金 踢到錢幣嗎 他覺得什麼硬硬的 他就拿一個珊瑚 他想說珊瑚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看到這個珊瑚還滿漂亮的 結果這個珊瑚呢 把它拿起來之後 裡面一個木匣子 裡面裝滿了錢 金幣 原來那些 那些藏寶全部都在海灘的那個 沙灘地底下 他因此呢 在那邊待了三個月 起出了30噸的金幣 對 所以那後來呢 回來之後他不告訴別人 但是這件事情 還是透過傳言傳出去了 結果呢大家來問他 他當然不肯講 結果呢 就當時一堆人開始仿造一堆藏寶圖 所以現在就出現了各式各樣的藏寶圖 不知道是哪一張是真哪一張是假 所以這就是現在有很多人拿到藏寶圖 還是找不到寶藏的原因 這個也難怪啦 因為你看海盜掠奪這些金銀財寶 他也沒有那個銀行可以放嘛 所以說當然是 而且我覺得海盜滿聰明的 他如果是搶當時的錢幣 那可能朝代換了就不值錢 他就搶這個金啊 銀啊 永遠值錢 到現在都還有金銀這個最值錢 沒錯 完全正確 所以說我跟你講 其實在那個年代 你一定是要有貴重的金屬 所以說最近 10年前2005年的時候 在哪裡你知道 在智利的魯賓遜 埃克索島上面 對 竟然 魯賓遜跟魯賓遜漂流記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因為他正好那個島 叫Robinson Exor 所以那個島上 竟然在距離海岸700公里處的 海岸附近 竟然挖到了 而且他是因為 為什麼到現在沒有全部起出來 你知道原因嗎 太多了嗎 不但多 你知道有多少嗎 864桶黃金 864桶 那個 864桶 然後還有多少還有東西 還有160箱的金幣 一箱多少 多重你知道 1.3公噸 也就1300公斤 那你說 怎麼會有這麼多東西 還有21箱珠寶 還有一大堆 為什麼 因為從海底機器人的電腦裡面 已經發現 有這麼多東西了 而且能夠判別金屬的種類 我想這是誰 原來他是George Anson的寶藏 George Anson和許人員 是誰 18世紀的英國大海盜 他自己怎麼會有這麼多東西 他不是 他是搶了60年前有人 埋在那裡面 那個叫做胡安伊比利 是西班牙人的 也就是英國人搶 西班牙人埋在那邊的東西 那個人都已經死了 被他挖出來 挖出來以後 應該是放到船上 船遇到颶風之後 結果 沉沒在魯賓遜島 那這一批金銀財寶 可能是人類目前歷史上 可以知道 為數最多的一筆財富 他大概值美金130億 我們值美金130億 好 請問一下 4千億 還沒挖完呢 還沒挖完 還沒挖完就被美國政府抓去 不會… 發現這一批金銀珠寶的叫 華格納海底打撈公司 他們也在想 你光要挖這些 你知道要準備多少錢嗎 10億美金 你才能夠挖得動這些東西 真的嗎 因為 小溪 你不要以為看 你眼睛是看不到的 機器看到 電腦發現了 你要派潛水夫下去 那個一天要下去30個潛水夫 然後還要開始探勘 要怎麼綁 要怎麼撈 要怎麼挖泥船怎麼下去 那個都是很長的一段距離 而且我們剛剛說 投資10億對不對 10億美金 你不見得找得到13億 你不見得找到幾剩5億 那不就虧本了 而且這幾年陸陸續續下 一定都有人去投資… 去投資這些錢都不想負責 這個 我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考古學 水下考古的一些基本的知識 我知道上次有講 水下考古挖道就是你的 挖道就是你的 這沒有受國際公約管制的 只要在海岸線20海裡之外 挖道的話 其實就屬於挖道那個人所擁有 除非說你那個有人 你可以提出來說 這個東西是我的 知道吧 但是你挖道是300年級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300年後的那些人 也沒辦法提出證明說 你挖道的黃金是我的 所以簡單來講 20海裡挖道的 挖道誰就是誰的這樣 原來就是我 邱老師講的 這個是以前絕對的通則 超過20里 誰的 挖的 我有本頂 我那些都挖的對不對 那智利政府他一聽 他已經知道有這批保障 他說很簡單 你們哪個公司要來是不是 來…先跟我講一下 距離我海岸外700公里 還是我的 而且挖道的 他明白宣布 挖道的人繳稅 75%歸政府 所以說大家不去撈了 歸你 所以現在大家就這樣 果不不前 我們才有25% 我跟你講很好了 為什麼 大家知道不愛特區挖寶嗎 就是說台灣有沒有 不是也曾經什麼 大五輪砲台被人家那個 推土機衝進去說 底下有寶藏對不對 日本人藏的 我有財產區講得很明白 你只要挖到真正的寶藏 七成是國家的 三成才是你的 比起來台灣政府 還比智利政府 多了5% 對 所以還是好好投資的好不好 我們希望各個經營團隊 來台灣投資 不是 講到哪裡 這樣要挖 也不知道挖到什麼時候 還是我們乾脆去當海盜 這一船比較快 對 可是你這個邏輯 倒是現在有 現在有海盜 現在的海盜 索瑪利亞海盜 對不對 可是不是以前都聽說 女生不能上船嗎 那女生到底可不可以當海盜 女生如果當海盜 如果像她這樣這樣 打扮成這樣當海盜的話 那其他的海盜 每天都不搶金銀財寶 搶她就好了 對不對 女生上船是有她的限制 有危險 而且她女生有生理期 對不對 然後男生也有她的生理需要 所以說女生上海盜 是比較危險的 郭哥 其實那個 女生不能上船 跟一個傳說有關 八仙過海 原來是八仙過海 對 和仙姑呢 就是因為在過海的時候 被那個龍王三代子看上 龍王三代子看到這麼漂亮的女人 就想要把她做老婆 所以才會心崩作浪讓她翻船 所以這個故事 後來就讓那些船家呢 就有一個風俗說 如果帶女生上船 太漂亮的話 那就像瑪莉亞這樣的 還有窒息這樣 窒息這樣的一定會被抓走 瑪莉亞那個就丟在旁 不是 她上去又心崩作浪 趕快回去 瑪莉亞上船 她被抓走 順便帶她去當庸人 對不對 她當幼兒 對 所以他們就是這樣的風俗呢 後來就變成說 帶上 把女人帶上船的話會不吉利 是有這樣的一個風俗 只是後來到明清時代的時候呢 女人在船上呢 也漸漸開始發揮作用 所以後來到明清時代的海盜呢 在中國這邊 女孩反而有出現 對 我們清朝有出現女海盜 對 有 這個很有名的女海盜叫做 按照英國法律的話 其實當海盜其實很慘 只要是被判處海盜有罪 確認的話 你呢 先判處絞刑 鑰匙以後 然後把你的屍體 放在這個籠子裡面 這個籠子就把你固定住 為什麼把你固定住 因為怕你爛掉 屍體上面還塗滿那個什麼 像甘巴嘎 就是那個瀝青 塗到身上 最後你就在海港邊 悠悠晃晃掛了好幾個月 就被風乾的 像一個人一樣掛那個地方 在中國這邊 還反而有出現女海盜 我們清朝有出現女海盜 對 有 這個很有名的女海盜叫做 鄭一嫂是怎麼來的呢 原來呢 她是嫁給了那個海盜幫主 紅旗幫幫主叫鄭一 那因為呢 鄭一嫂啦 對 鄭一的老婆 押債夫人就對了啦 鄭夫人 鄭一嫂 對 因為她在那個鄭一出去 劫略的時候主持大局 那下決策都非常的明快 所以大家覺得她很有能力 就尊稱她為龍嫂 也就是後來所謂的鄭一嫂 那只是說後來這個鄭一呢 因為遭遇到颱風落海而死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鄭一嫂呢 後來就跟鄭一的兒子張保仔呢 聯合把那個穩定大局 然後由鄭一嫂來繼承 那因為她原本就很有威望 所以繼承的這個位子 張保仔又挺她的時候 後來她就穩住了這個幫主的大位 那甚至呢 後來清朝想要招安她 她不接受招安 招安的話 你就把我這些人都解散掉啦 所以後來你知道 那個清朝政府聯合外國艦隊 一起組成討伐的艦隊喔 結果居然被鄭一嫂打敗 所以你看喔 鄭一嫂 對 鄭一嫂多厲害啊 她最厲害的時候呢 據說她那個船艘 那人數 海盜的人數有10萬 10萬人 那已經是一個國家的兵力了 船艦 對不對 艦隊 所以當時呢 你不要小看女人 女人也是可以當海盜的喔 真的 壓強 壓好 不能壓到好爸父 跳跳 沒有壓運 壓人 壓好不能壓到恰嫂 恰嫂 恰嫂好 好爸父 壓工 壓母 不能壓到好爸父 這樣還可以 所以現在她 現在錦鵬老師她講的是 中國的女海盜 其實最強悍 最厲害的女海盜 她叫安妮邦尼 安妮邦尼 而且不是一個 是兩個 而且她們跟著棉布捷克 一起出去打仗 棉布捷克是誰 棉布捷克就是在 就是在那個海盜黃金時期 非常有名的那個海盜 她就把安妮邦尼 安妮邦尼是一個大地主的女兒 可是從小我跟你講 就一天到晚跟家裡唱反調 她幹嘛 她就喜歡放火燒田園你知道 還跟老爸斷絕親子關係 說我不是你們女兒 對 個性很彰悍 一個女孩子 就認識一個水手 就嫁給水手 嫁給水手就跟她出航 跟她出航之後愛上船長 船長就是我剛才講的棉布捷克 結果你知道嗎 她在船上又認識另外一個 非常美麗的少年 那個少年叫瑪莉 為什麼 女兒呢 女兒名 對 另外一個也是女海盜 因為她沒有認出 原來這個是一個女的你知道 瑪莉是跟在捷克旁邊的 安妮一看到想要追這個 想要跟瑪莉在一起 結果好 大家來把話講清楚 我也是女兒 原來妳也是女兒 結果捷克帶著她們兩個女海盜 我跟你講 在外面打仗的時候 其實這兩個女海盜 安妮跟瑪莉都非常的勇猛 有一次身陷重圍 英軍打過來了 結果你知道 捷克自己跑到船上下面去躲 然後安妮跟瑪莉兩個人在上面 打 結果三個人都被抓 被抓了以後 你知道英國有個法律 因為他們在亞馬爾加被抓 適用於英國法律 所以為什麼 所以他們兩個都已經 律師來講 不行 這兩個都懷孕了 同時懷上了捷克的龍腫 所以不能殺 捷克可以殺 棉布捷克可以幹掉 這兩個女海盜不能殺 不能殺 真的這樣嗎 後來就傳說 這個安妮她後來被送回了英國 因為她是 大帝到地上 送回英國 活到八十歲 但這不可考 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聽說她爸花錢把她贖回來 雖然她跟她爸斷絕婦 那個婦女關係 她還是花錢把她贖回來了 另外我們還要講那個馬力對不對 馬力很到什麼地步 馬力一定是要宰妳之前 那個刀要揮過去之前 她要先把她的衣服攤開 告訴你說我是女的 為什麼 代表說你是被女人殺的 好好的羞辱你們這批敵人 所以你知道這是非常傳奇 但是歷史上卻真有其人存在 這個安妮跟這一個馬力的故事的話 其實在英國法院裡面 她真的有這些記載 而且剛剛 可以叫妳幹哥嗎 可以 本來就這樣 幹哥 剛剛也說了這樣子的 所以後來在法院審理的時候 那個原本因為你知道 按照英國的法律的話 其實當海盜其實很慘的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被確認你是海盜的話 最後會被判這個刑 這個籠子你看是個人型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是被判處海盜有罪 確認的話 你能先判處絞刑 絞刑知道了吧 就先把你吊死 吊死以後 然後把你的屍體 放在這個籠子裡面 就這個籠子 為什麼要放籠子裡面呢 很簡單 這個籠子就掛在這個海港邊 這個籠子就把你固定住 那為什麼把你固定住 因為怕你爛掉 而且還怕你呢 這個爛得太快這樣子的 你知道 殺雞儆猴以盡孝遊這樣子的 那怕你爛得太快 所以 屍體上面還塗滿那個什麼 像尖馬嘎 就是那個瀝青 塗在身上 那如果這樣的話 你可以撫爛得稍微慢一點 然後掛這個地方 最後你就在那個海邊 海港邊悠悠晃晃掛了好幾個月 就被風乾的 像一個人一樣掛那個地方 所以其實判處為這一個什麼 海盜下長是很慘的 那剛剛那個 我們剛剛講那個安妮跟瑪莉 兩個人的話 其實很有趣的是 據說兩個人 這個不約而同的 當這個法院判處他們說 你們兩個是海盜的時候 兩個人不是拉衣服是拉肚子 為什麼是這樣 我說 我已經懷孕了 那按照英國的法律 還有另外一個規定 所以你只要是懷孕的話 懷孕的話 那麼就不可以謀殺胎兒 簡單來講 你可以再多活個幾個月的時間 那說到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他們兩個怎麼懷孕呢 當然有可能是船長的腫 龍腫 這是沒錯的 可是事實上 根據當時的法院記錄的講說 其實更有可能的情況 是怎麼知道 事實上這兩個 這個安妮跟瑪莉 為了避免自己 這個被送上那個絞情架 所以去誘惑了玉子 管理員就被他誘惑了 目的很簡單 把他肚子給搞大這樣子的 然後這樣子 就可以避免被送上那個絞情架 那最後的結果是這樣子 安妮確實 可能是被他父親借回去了 沒有紀錄 那瑪莉的話 其實最後還是被送上絞情架 所以這一個 就是兩個女海盜的故事 可是這些人 其實在整個的那一個 歐洲的這個海盜石裡面的話 確實女海盜確實是 這個常常會聽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出身 除了像安妮很特殊之外 其實大部分都什麼知道嗎 都是原本這些海盜的母港 因為海盜也需要自己的母港 母港港邊就像是 早期的紀錄一樣 紀錄不是很多這個 什麼什麼戶嗎 這樣子的 就是給這個船員的 那原本的 紀錄鐵道邊 紀錄鐵道邊那一個地方 當然 現在這個是沒有的 這個是沒有的 這是以前的事情 那一些所謂的船上的女海盜 其實她真正的出身 大部分都是原本的這一個 海盜鐵道邊那些 海盜釋迦這樣子的 後來就上船以後 因為與其在岸邊轉 還不如人直接 是海上討生活 對 那他們上船以後 其實有個問題是 女海盜大部分都要 因為其實船上是不只有女人的 即便海盜船也一樣 也很簡單 你有女人她開什麼玩笑 你知道一艘海盜船有多少人嗎 其實船上是不只有女人的 即便海盜船也一樣 也很簡單 你有女人她開什麼玩笑 你知道一艘海盜船有多少個人嗎 一 兩百人吧 三百人 三百人 那個時候的那個 歐洲的那個海盜船 那種所謂的克拉克級的那種 所謂的這個風帆船 它一艘船 最少需要三百個人 你想想看 三百個男人在船上 只有一個女的 航行了這個好幾個月的時間 船上這個女人 如果是一年的時間 這個女的恐怕365天 都得天天重操舊點 我可以小心妳還想上船嗎 對不對 而且他們 這樣安妮跟瑪莉還可以打仗 真的很厲害 沒有人知道她的身分 但是被逮捕以後才知道說 她們是女生這樣 那我還想問以前會有那種就是 賞金獵人 賞金獵人 然後就是海盜不是都會有 就是那種懸賞單 說這個海盜很有名就會 幾千萬這樣 然後你抓到它交給政府 政府就會給你幾千萬 就是專門去抓海盜 賞金獵人 這一類還滿多的 還是從卡通上看來的 對啊 我就在想 怎麼會有這種賞金獵人 所以講一下 其實像在中國 為什麼會有海盜的出現 其實都是官逼民返 因為官方在實施海禁 明太祖實施海禁是為了抵制那個 倭寇 就是日本來的海盜 清出康熙的時候也有海禁 是為了抵制鄭成功他們 所以當時呢 這個一海禁下去 你說沿海那些討生活的漁民 該怎麼辦 所以他們就只好出海 要不就是走私 那要不就是那個搶人家 搶海盜 所以你知道當時有一個 很有趣的名稱叫做海商 海商呢就是平時是商人 沒事當海盜 所以就是海盜加商人 簡稱叫海商 是這樣來的 那當時呢 在明太祖時期 有一個很有名的海盜 叫做陳祖裔 陳祖裔呢 被稱為 他恨 對 當時呢 明太祖的時候 就有下令巨額賞金選掌 但是一直都沒有抓到他 甚至到了明成祖的時候 你知道啊 選賞多少呢 可是當時呢 整個明朝收入也不過1100 你看有史以來賞金最高的那個海盜 陳祖裔後來被那個明朝政府 這樣一通緝之後 他覺得 留在中國幹嘛 我們去東南亞好了 所以他就去到那個東南亞 一個印尼那邊一個叫做柏林邦國 去那邊當大將 當完大將等國王使之後 自己篡位自立為王 然後自立為王之後就假說 我就是那個地方的國王 還向明朝進貢 他進貢的時候出動船隊 完全不帶任何東西 沿途過去看到什麼搶什麼 然後就進貢什麼 然後回程的時候呢 也是空船回來 一樣 看到什麼搶什麼 然後就滿載而歸 所以說我覺得海盜的由來 就是我們現在黑吃黑的起家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人活在世界上 動不動呢 可能也要學習海盜的精神 要隨時犧牲冒險泛濫 這樣才能有刺激嘛 對不對 這個海浪再漂亮還沒有巨石呢 海浪淘淘我不怕 這個還是卡通的海盜 但是我們要做這個真正海盜 冒險泛濫的精神呢 才能夠在人生中間闖出一番事業 不冒險哪來的成就 沒錯 謝謝大家收看 今天我們的結論就是這樣 海盜精神永存在我們心中 記得禮拜一到禮拜五晚上11點 準時收看我們 非常易世界 謝謝 拜拜 拜拜